咖啡汁太模的这款Sculpture电控的单品摩托机 我自己特意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了之后 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 其中有我觉得设计的非常棒的地方 也有我觉得需要改进优化的地方 第一次在开箱拿起摩托机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设计的很重 比我之前用到所有的这些单品的摩托机都要重得多 差不多能赶上我在健身房里边 握推一下零的重量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摩托机的设计 外观整体的造型我是很喜欢的 圆形的刻度调节盘从0到18 一共36个 研磨颗粒的粗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左边是刻度零的粗细 中间是9的刻度粗细 右边是18的刻度的粗细 另外豆仓盖上官方给的的建议是 4到12适合手冲研磨 10到18适合法压壶研磨 但是官方没有说0到4适合研磨什么 我们测试了一下 0到4的刻度做摩卡壶还挺不错的 调节盘的调节手感 是我目前用的感觉设计的非常舒服的一个点 转的时候是带有一点阻尼感的 这种阻尼感跟我们平时调节相机镜头焦距的那种阻尼感有点像 另外在转的时候它每个刻度之间都会有一点这种卡顿感 豆仓盖子内侧是设计了一个磁铁 我最初在想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功能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感觉到这个设计是真的不错 不用你在倒豆子之前要先把盖子拿开放桌面上再倒豆子 你可以直接划开倒豆子很方便 不过划的这个力度可能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点不太顺 这个是需要你经过几天的适应来获得肌肉记忆的 我自己也是熟悉了好几天才形成了肌肉记忆 接下来再说一说出粉口和接粉罐的设计 我相信用单品摩托机的很多小伙伴都有一个痛点 就是清理静电出粉口的残粉很麻烦 这个出粉口的旋转弹簧的设计如果你把手放在这里 就能感觉到往外弹的力度是很大的 我们使用下来这些静电吸附的银皮清理它还是很干净的 下面的接粉罐的高度设计刚好是可以接到粉不往外喷的同时 又不至于你往里面塞的时候碰到出粉口 我也试过用别的粉罐来接粉矮一点的粉罐细粉就会往外喷 所以说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原装的接粉罐了 对了另外要给这些有强迫症的小伙伴说一下 这个磁铁接粉矿我发现每次从左边放的时候会微微的偏左 从右边和前边放的时候就刚好停在正中心 不知道是只有我的这台是这样还是别的小伙伴你们也有这种情况 再说一下磨豆机的可调节的研磨转速 这个功能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最低的转速从每分钟800到1400 如果你的手放在这个出粉口它的转速越大 你能感受到里边吹出来这种锋利越大 那800转速的时候呢 出粉相对比较温柔 那最高转速到1400的时候 那偶尔会有一些银皮细粉喷出来 相同的咖啡豆相同的研磨度 你在不同的转速情况下 研磨出来的粒镜颗粒还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就用同样的咖啡豆以及同样的粗细研磨 不同的转速做了一次杯测结果还挺有趣的 低转速的这杯呢 它喝起来味道是平平的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层次的变化 它喝起来很平很干净 然后这个呢明显高转速的 它的这杯的酸度值更高一点 然后呢它的层次感更好一点 就是它两个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这个它它的那个更干净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稍微带丢丢那么一点就是厚实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这种可调节的转速 就是对于咖啡的发酵油来说它可玩性更高了对吧 那我最后再说一说刀盘 刀盘其实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这个摩托机呢它使用的是78毫米440不锈钢的刀盘 无窝刀刀盘的设计 那这个刀盘如果你看它的齿轮的话 你可能会感觉到有鬼齿刀盘的影子 那它是把鬼齿刀盘以及平刀结合在一起 先把咖啡豆在内圈碾压破开 然后再到外圈鬼齿刀盘的区域 依次的再把咖啡豆碾碎切割 最后直接排到处坟口 那由于研磨切割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刀盘它的研磨的均匀度会相对更加均匀 做咖啡的时候啊就能达到更加均匀萃取的效率 那我们也测了一下 那摩托机的通道粉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基本上进去多少颗的豆子 出来多少颗的咖啡粉 那我拍个通道口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刀盘和出粉口是直接连接的 所以几乎是没有通道粉的 那这台摩托机我使用下来之后 几乎没有挑出来什么大的毛病 除了贵 也看得出来啊作为泰摩的第一款电控的单品摩托机 它们的设计的确是站在了使用者的角度 因为一台摩托机你设计的再好 其实都是为了服务出品 那不然一切都是空的 那另外这个价格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适合那些开咖啡店的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咖啡的工作室 那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充足放在家里面也完全没毛病 那最后总结一下 它其实解决了我之前用单品摩托机的一个痛点 那就是出风口静电吸附的那些残粉 那清理变得非常简单 那另外就是通道残粉解决了 那最后其实我还是挺希望这个摩托机它加入一个功能的 就是我们研磨咖啡时候它的一个计数器 因为有很多咖啡机和易式的摩托机 它们都会有记录制作杯数或者研磨杯数这样的功能 为的是方便我们后期进行的一个维护或者是刀盘的更换 就比如研磨了多少次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要更换刀盘了 特别是对于店家 那这个功能还是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的 也可以加入一些别的小功能 比如温度啊湿度的显示啊 那最后看完视频 你们觉得泰摩的这台电控单品的摩托机怎么样 希望你们在留言区讨论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我发现了一个小诀窍啊 如果你磨完这个粉你不往外弹 下边啊它会大概有个0.5克左右的这个银皮和细粉 你如果要是真的不喜欢银皮或者细粉的话 你就可以不弹 等你充完了之后你再把银皮和细粉弹出来 你看现在它弹出来的大部分都是银皮 这两个的话大概就是在0.3克到0.5克之间 这两个的话大概就是在0.3克到0.5克之间 就像大一样在0.5克之间 但是可以重然尝试了 誤试哦